嗨,大家好,我是欣欣 说一个女人呀,看她有没有福 通过她的嘴呀,咱们就能够了解 这个嘴上呀,也是有特征的 这样的女人呀,给人的感觉就是以下这三种方面 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女人的嘴巴特别甜 像这种女人呀,就是无论见了谁以后 都是主动的打招呼 这个时候呢,给人的感觉比较有亲和力 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减短 这个时候的女人呀,就给人感觉比较的就是说和相处 因为她的嘴巴特别的甜 见到人呢,都是主动去打招呼 而且说一些比较合适的话 这个时候呢,就增进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距离 所以说呀,给人感觉就是比较有福气的 第二种呢,就是会说话的女人 像这种女人呀,见到人以后 首先呀,她特别的客气 而且说实话呢,比较和蔼 给人的感觉呢,也是比较有亲和力的 这样呢,通过说话的方式呀,进行这种交流 交流的时候呀,可能也是比较的 就是说容易接触 这样的女人,给人感觉也是有福气 因为在相处的当中呀,通过说话 通过这种分析,知道这样的女人呀,她是比较好相处的 而且给人的感觉比较有安全感 这种女人也是比较有福气的 第三种呢,就是爱笑 相信大家都知道呀,如果见面就是和人聊天的时候 你首先呢,一种微笑给人的感觉就能拉近距离 如果你的脸比较的难看 哭伤着脸呢,给人的感觉这个人不好相处 所以说呢,就没有人愿意和她相处 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出了这种爱笑 如果给人一个小小的微笑呢 就能拉近咱们的距离 对于相处来说呀,笑肯定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心地比较善良 所以说呢,这种人也是一种慈祥 而且就是比较有善解人意的感觉 容易爱笑的女孩呀,给人的感觉都特别的可爱 让人更有一种就是想接近的这种心态 所以说这种女人呀,也是比较有福气的 所以呀,就有人说了 通过看一个女人的嘴呀 有没有福气就能够知道 这三样呀,大家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说,嘴巴特别的甜 还有就是会说话 第三个呢,就是爱笑 这样的女人呀,给咱们的感觉就是比较有福气的 这也是福气之相 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